近日,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在甘肃藏区调研。 调研期间,杜清林与农牧民群众、基层干部、寺院僧人等面对面交流,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、惠民政策落实、基层组织建设及寺院管理情况,并与当地干部座谈。 杜清林强调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,有效推进扶贫攻坚,必须聚焦重点,确保识别、帮扶、管理和考核精准,以难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。 强调扶贫攻坚要建行三言三十作风要求,推动扶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,见到实效。